那美国借着乌克兰也来抗中 削弱俄罗斯啊 削弱中国大陆 不是一直在讲吗 中国大陆对这个俄罗斯 在进行各式各样的援助啊等等 但是人家俄罗斯的副外长 最近公布了一个 俄罗斯长期盟友的名单 里面一二三四五 中国呢没有看到中国 钢铁盟友竟然没有中国 为什么这是一份 美国限定的名单吗 我们先从这个布雷开始讲 为什么当时我们的政府 要准备去买这个布雷车的时候 我们这么的反对 因为他当然他告诉你 现在是高科技的是智慧的 可是一旦你的地雷 是放在我们的国土上面 让台湾变成战场 我们未来可能就会面临到 乌克兰现在的农民 所面临的这个危机 那你就想哦 乌尔战争这个战争 一触即发之后 现在打了一年 就算是打明年后年打完了 那乌克兰这块土地 要恢复到过去的情况 需要多久 十年吗 二十年吗 在这块农地上面 上面所布的这个雷 要被清除掉 那要多久 过程当中又有多少人 他可能会少一只眼睛 少一只手 少一只脚 他的他自己本身的人生 他的家人 以及他的子子孙孙 又会受到多大的苦 而这些苦都是人类造出来的 本来可以好好的 透过谈判的方式 或许能够尽速解决 那但是呢 不断的这个抗争的情况之下 最后的结局是 乌克兰的人民 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下的 然后呢 其他的国家 势不关己的国家 一直去鼓吹说 继续打 打到底 那请问还在那边 离不开的这些乌克兰人 他的性命 他的未来 有谁在乎呢 乌克兰自己 泽伦斯基也不在乎 然后呢 美国也不在乎 那有谁来注重 保护这些乌克兰的民众了 没有了 所以能跑 当然一定跑嘛 你跑了 你才有活路嘛 你宁可去当难民 你也不留在乌克兰里面 这个地方去耕田 然后你或是你的孩子 可能手断一只脚断一只 你因为Asper讲的这个讯息 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 第一个 我们先讲 如果呢 他在台湾 然后我们权动法有通过的话 他可能会被罚 他可能要坐牢 所以这个也是 台湾的这个权动法 想要修很奇怪 那再来 我觉得艾斯培他讲的 大概是有所本的 并没有被很严正的去 就是说驳斥 或是说它是一个假消息 但我觉得 美方他没有 刻意大力度的去驳斥 这个消息 代表美国或许在思考 什么时候要停顺 为什么 我们回顾过去看美国 每一次在撤退的时候 都先释放什么消息 就是美国人去世了 美国人战死了 不管是过去的越战也好 然后上一次的这个 在阿富汗的战争也好 每一次要让战争停止下来 都是先告诉美国人说 我们的军人很多死了 这个时候美国人才会觉得 哈 这么多人 那不要打了吧 为什么要我们的孩子 去为其他人的国家的战争 去牺牲他们的生命 然后美国就会开始有 那个反战潮 每一次美国的历史 都是这么写的 那当艾斯培开始讲说一个真相 说原来有两千名 将近两千名的美国人 因为乌俄战争 失去他的生命 那请问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怎么看待这个战争 你还会像过去一样认为 要持续的支援 军事 人力 都要投入进去吗 恐怕你的想法会改变了 因为国际政治是非常现实的 对 进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俄罗斯副外长 在这个时候公布这个很有趣 钢铁盟友的名单 大家觉得中国大陆应该排第一 结果没有 没有写中国大陆 所以俄罗斯蛮体贴的 对不对 另外你觉得这个 泽伦斯基是什么操作 泽伦斯基很有意思 他最近下令认真的 要把俄罗斯改名字 改成莫斯科公园 你知道真的 这个美国白公文网站上 有一个这个人民 可以这个请愿投票 只要人数超过一定的话 他就要处理 这是给一个人民表达 这个意见的一个机会 当然有些稀奇古怪的 什么把豆浆改成甜的咸的 他这个他是不管的 但其他关于公众事务 他是管的 那乌克兰现在要仿照 这个这个这个模式呢 在这个网上 让大家来连数 我们把这个俄罗斯改名字 所以以后维基百科 你打俄罗斯 就会跳出来是莫斯科公园 还有这个奥斯卡 不是刚刚举行完毕吗 奥斯卡拒绝泽伦斯基来演说 也让这个乌克兰非常不爽 不爽到人家外长 酷列巴要出来骂 你怎么看待 打战到现在 已经打到玻璃心了 对 这是几个问题 就第一个 就像刚才秀芳讲的 我觉得俄罗斯 当然算是很体贴了 就是说如果真的要 列钢铁盟友 不止这几个国家 中国大陆帮了很多忙 然后包含这个印度 包含连中东的国家 其实后来发现 这个俄罗斯的很多原油 是送到了中东国家 中东国家用低价买 然后在高价又卖给了西方的国家 所以因为有这些国家的支撑 所以当然俄罗斯在短时间之内 没有办法被美国给击垮 可是在这个时刻 如果俄罗斯把这些人都列出来了 就是平白给这些国家添加麻烦 所以他也很聪明 他列的就是他周边的国家 也是他的影响范围之内 吉尔吉斯 白俄罗斯 塔吉克 哈萨克 亚美尼亚 这些都是他周遭他的影响范围所及的国家 也不至于让这些国家 也不担心美国 对他们展开什么样特别的制裁 那么第二个就是 刚才讲到你说要改名字这件事情 你说泽伦斯基做这样的事情 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大使刚才就已经讲了 你所有的部队 马上就已经要被歼灭在巴赫路特 这已经是一个口袋战术了 就是俄罗斯不打算增加其他的战场 他就坐在那边等你来就对了 你来多少 我就歼灭你多少 我也不要说整条东线一路跟你从北打到南 不用了 就在那里大家决胜负 所以都已经面临到这个地步了 然后你现在还有心情去改个名字 改个名字这个战争就结束了吗 如果改个名字战争可以结束 马上改 立刻改 可是问题是改了没有用 就这种自爽自嗨的一种行为 对于实质的结束战争 一点帮助也没有 那库列巴批评奥斯卡 这个颁奖典礼的这个主办单位 也没有任何的道理 就是奥斯卡奖 原本就没有在搞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的 他不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擂台 他是这个全球的这个电影艺术家 一年一度的年度盛世 这些电影没有去分说 这个是从哪个阵营出来的电影 哪个阵营出来的电影 不能进入这里来进行评比 没有这回事 你把这个责任司机找到奥斯卡 颁奖典礼来演讲 你要他讲什么 他到底该讲什么 他该称赞一下说 那个阿凡达二拍得不错 他应该称赞一下那个妈的多元宇宙 做得很好吗 他在那里该讲什么呢 你忽然搞了一个 这个号称是世界战争英雄人 跑到那里去 然后在那个地方吐口水 骂俄罗斯 那你整场这个奥斯卡 竟然还要办吗 而且重点来了 就是除了奥斯卡奖以外 其实有很多其实国际赛事 也都受到了这样的 美国跟西方国家的压力 但是这些赛事的处理 后来都得到受到很大的批评 比如说网坛 很多这个网球公开赛 有的是不让俄罗斯的选手参加 有的是让俄罗斯的选手参加 但我觉得 不让他给国旗 我觉得这个泽文斯基 他这次去奥斯卡应该可以 他会在讲说 你看我前方死那么多人 你奥斯卡还在众星云集穿的碗里 真的是妈的多重宇宙 所以我说你找泽文斯基 还就是一个 对比超强烈 对啊 杀风景的场合 他搞不好现场就骂大家了 说你们应该回去捐钱 他美国国会都去了 联合国都去了 这个地方这个还这么 奥斯卡奖干他什么事 你去联合国 你去什么集团 你要去任何地方是你家的事 我是泽文斯基 你怎么可以拒绝我 不干你的事 就是你到那里去发表什么演书 所以其实我觉得 像奥斯卡奖的主办单位 这次坚守立场是很值得佩服的 我刚刚提到了 比起很多网球公开赛的主办单位 那是羞辱的方式 对付俄罗斯的选手 其实大可不必 不管是体育也好 不管是艺术跟电影也好 这跟国际政治的任何冲突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好这个对不起 他改为莫斯科大公国 不是公园 这边有点写错了 好来更正一下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PI714 享有折扣哦